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港式餐点能够在台湾一炮而红 我们发觉在它背后可能有两种意义 第一 这间港点餐厅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平价的米其林一星级的餐厅 像画面上您看到这个招牌酥皮菊叉烧包 只要新台币118块钱 它可是通过了米其林评件的高档点心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香港口味的美食 不但是拥有中华料理的灵魂 而且它们发展出了独到的风格 非常容易就打到了台湾的市场 不过正当这间港点餐厅让台北人大排长龙的同时 在香港本地的饮食文化 却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辟巨大的蜕变 有香港人会担心 正中的岗位将会在香港逐渐的消失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会告诉您 是谁正在改变香港的饮食文化 首先我们就来看台湾人爱吃美食的排队文化 请看自然记者洪临明 苏嘉欣的报导 炎热的七月天是什么让这群人走出冷气房 即使汉流夹背也要大排长龙 小姐三位 你第二次来排了 对 那为什么还会再来排第二次啊 来长千啊 应该是它是米其林 就很它的四大天王吧 就是因为它是米其林的关系 当然这是最主要的 你们大概排多久了 一个钟头 不管排多久队伍排多长 只要肯排 你和米其林一行美食的距离就能越拉越近 有什么你一定要非吃到不可的吗 招牌啊 他们的招牌啊 酥皮橘擦烧包 而且这个限量的每个人只能限一份 因为有很多种类是台湾没看过的点心 那口味都还蛮好吃的 因为可以不用特别跑去香港吃这样 然后在台湾可以吃到 它是香港最便宜的米其林一行餐厅 他刚刚拿到这个米其林一行的时候 在香港旺角的店 他的那时候只要旺角一下嘛 是排长龙的 有遍台湾的香港杂志总编辑 提起这一家米其林一行港式点心 脸上似乎扬起一股身为香港人的骄傲 这也难怪 挟着米其林一行的威名跨海来台展店 台北的高客们好像着了魔 都接到了这张追星令 吃过了没 要不要去排队 于是不分昼夜总有这样的一群人 等着期待着好运的魔力 它最便宜的一个点心好像是10块钱港币 在香港10块钱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不能坐车从九龙到香港都不够 所以10块钱是很便宜的 不只通过米其林一星的严格认证 价格更是无比亲民 与其说是排队凑任呢 或许他们更想满足的是 每个市井小明心中隐隐期盼着的评价奢华 老师你好 谢谢你好 2009年米其林一星港式点心餐厅 在香港起家 年轻品牌却有十足爆发力 开店八个月就获得国际饮食权威 米其林一星认证 打铁当然要趁热 隔年五月迅速开第二家分店 这一回只花半年再度受到米其林肯定 不甘于此更把版图拓展到海外 除了菲律宾 新加坡这一回向重台湾 落脚在交通枢纽台北车站对面 用摆平大的三角窗黄金店面 向台湾人宣告米其林来了 让人食指大动的四大天王 酥皮菊叉烧包 黄沙猪韧肠 香滑马来糕 香煎萝卜糕 当然都没有缺席 肠粉上座的时候 酱汁淋下去还是一个温热的状态 让这个肠粉不会很快冷掉 所以我觉得店家非常的细心 那所以他们强调这个现点现做 最大的卖点就是他客人叫了我们才去烤 保持它的香味啊 还有温度 叶比较叶一点 任何美食就是要热才好吃 刚出炉绝对是最佳的赏味时机 最新鲜也最美味 这家港式点心所有菜色 现点现做还有你现吃不准外带 另外也不准定位 任你是大官显贵 你也得乖乖排队 对客人一视同仁 才能贯彻评价亲民路线 想吃米其林一星港点吗 得多点耐心 饮食业在香港算的 白花齐光我觉得价格不同 新鲜 尤其始终觉得食物的质素 都是以新鲜 新鲜是最重要的 舌尖尝到的好食材处处都是功夫 面皮擀了又擀还不够 刮刀接力出场 一切都是为了要把面皮厚度 控制在0.1到0.15公分 这精细范围之间 厚一点薄一分都不及格 包虾饺食奏则最低限度 十层以上更显出师傅手艺 坚守港式点心最原始初衷 那个最让人怀念的滋味 麦桂培出身名厨世家 从食材挑选到料理手艺 每一刻都在尽力贴近香港美食的灵魂 这样才能掳获雕嘴的米其林评审青睐 更征服世界各地掏客 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纵深 让它成为一个中西汇聚兼容并续的美食原地 从豪华菜肴到日常点心 香港料理的种种印象早已升值人心 台湾的朋友过来 他们都会问我 在香港哪一家吃香味好吃 哪一家吃煲仔饭好吃 哪一家吃菠萝油 还有哪一家吃强粉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强粉 跟香港也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一些特定的东西会到香港去吃 美食成为了香港旅游的魅力之一 许多人按图所记就是要去香港打打牙记 但近几年当你踏上香港土地 那个谁谁谁说一定要去的糖水店 还是哪个部落客推荐的大牌党 心心念念的好滋味 不是搬家就是抱歉 我们不再一夜 小吃的话很多传统的记忆慢慢在消失 那一方面是世代的交替 那另外一方面它其实是碰到很多经济的因素 因为环境在转变 比如说电租 可是这些地方的电租就是是成倍数的成长 那很多小摊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负担这样子的租金 所以它就选择搬离或者是它不做了 香港地下人愁店家创出的名号 带来顾客 带来利润 免不了也带来了房东的眼红 想要分一杯羹 只是当这分走的羹太大杯 恐怕就成为餐厅经营者不能承受之重 就是我觉得这是房东比较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店他看人家在排队他生意好 或者他去收租的时候刚好看到好多人排队 他说你现在生意这么好啊 他就说要给你涨价 云吞面 对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几家老店在了 还有就是他们在营营有经营的话 也是搬到这个山厂 楼上的店去开 因为他们的租金实在太贵了 小本经营生意再好赚的都还是辛苦钱 一个黄金路段的店面 卖掉的话几千万甚至几亿马上入袋 开店卖吃的得要卖上多少月多少年 才赚得回来呢 算盘这样一打 香港还有多少店家守得住当初那一份初衷呢 路客的大举进驻 更让香港现况雪上加霜 现在去铜锣湾 旺角尖沙嘴 很多全都是带品牌 还有就是卖手标啊 买青 金 金纸的 还有就是发装品 没有这个老店了 都市样貌被商业化的脚步推着走 香港街头很多熟悉的老味道 不是消失了就是改变了 路边文化 小吃摊 推车子的 要跑警察的那种 那种是我最怀念的 就是最好吃吃 警察来抓多好看 在旁边他们警察追这个小贩 警察一到 路边探犯赶快跑 这场景在台湾夜市你一定不陌生 香港人管这叫扫街 拿着刚到手的路边小吃 可能钱都还没付呢 探犯就连忙跑给警察追了 这样的小吃 这样的记忆别有一反护慰 环保要干净 SARS之后很多大牌党都已经 不需要给他们做这个东西 现在连 不过要吃那些东西 没有 他们都很像我们小时候的一个 一个很珍惜 很珍惜 很有回忆的东西 可是现在不见了 已经被赶走了 已经赶到一些就是 不是游客去的地方 不是路边的地方 这样讲好了 鱼蛋 以前是路边吃的 现在是对面吃的 根本就不好吃 根本就不是有个味道 根本就不是有梗 以前就是鱼蛋就是鱼蛋 现在鱼蛋还要把它包装成一个 把它的晚上的价值 包装成一个 更高价值的东西买给你们 这样的转型 关键就是卫生条件 香港要成为现代化的一流观光都会 就时代那些不够精致 是略显脏乱的饮食文化 只能以墨镜观光客看不到的角落 甚至永远消失 香港政府是比方说这种路边滩的 它杜绝了这种路边滩 它有它的原因了 就是一个卫生的问题 不太好观点 在我印象中以前很美味的东西 在香港政府的眼里 都是脏脏细细的 可以说路边滩 白牌档 一些很平民的美食 他们不可能再花一些钱 去美化他们的餐厅 美化他们的桌椅 美化他们的交牌 去卖给你们 因为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只是卖你10块钱的东西 怎么可能给你30块的装饰呢 多了卫生清洁的店面 多了光鲜亮丽的包装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香港美食文化质感的提升 但另一方面付出的代价 却可能包括传统手艺的失传 以及淡趣的人情味 王继糖水 鸡蛋仔 13座牛杂 一向并称为香港北角三龙 这龙当然指的是人龙 三间特色小吃 只要一开店就是大排长龙 只是没想到 虎世丹丹的地产霸权 却成为了锋利无情的屠龙刀 经营了20年的王继糖水 已经宣告停业 北角鸡蛋仔总店陆续结束分店 沉传的两代的牛杂老店 同样难逃屠龙命运 很奇怪 我的店 租金都比人家贵 4万5 他又占到我6万6 他们会说 我生意很好我就涨了 几乎每一家店 我搬走以后 他的租金是比我原来的平移的 美味敌不过现实 房租年年飙涨 开业近40年的13座牛杂 今年3月28号开店最后一天 老板特地准备三天份的牛杂 进行义卖 牛杂第二代老板阿汤 以笑容演示内心惆怅 毕竟父亲一手将牛杂变成香港全民美食 全盛时期拥有四家分店 连香港政府高官都曾经买牛杂 招待座上嘉宾 1975年开张以来曾经何等风光 却在今年受到人力电租的影响 在香港的最后一家店 也吹起习灯号 现在你看到香港卖牛杂的 我讲的不是牛杂粉面那种 单纯卖牛杂的 通常会跟鱼蛋 销卖 煎样三宝 同在一起的 都卖很多很多东西 牛杂它是属于小块 那算我这样专卖牛杂的 真的没有了 结束营业前的意卖盛况 算是民店退场前 帮自己保留的一份尊严 一丝骄傲 至于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不只店家期待 或许也是老顾客们心中的想望 一家是最便宜的米其林港点 一家是香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牛杂 同样都是香港的民店 来到台湾发展 但是这两家店的背景 确实大相净平的 米其林港点 它是分店一间一间的开 它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要把版图扩大到了台湾 不过我们继续要告诉你们 这家牛杂老店 它却是因为无法抵挡地 环境一个变迁 黯然退出了香港 转进到台湾 老板说他要奋力一国 他要在台北 留住这家老店的最后生机 我们问他 为什么最后选择的落脚处 是台北的 来听听他说 两个原味 后面这位 两碗麻辣 两碗麻辣 好 你的牛杂又原味还是麻辣 能够再跟客人问上 这句稀松平常的问候 眼前这一位香港牛杂老店 第二代汤建业 心中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澎湃 因为香港高房租让它无法立足 盼了快四个月 转战台北士林劣势 卷土重来 这部车是从北角到士林的 所以你有特别写 要从北角到士林 我希望有这个 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想让顾客心有所感 特地挑了香港的交通工具 钉钉车 车身写上北角到士林 象征要把牛杂的原汁原味 再送到台湾 经常我都是放钉跟放牛奶就好 当然还有到香港必点的港式奶茶 抬头一看有着传统霓虹灯酒楼招牌 有着香港街景 夹夹户户挂着长长杆子晾着衣服 香港的特色全都在这15平大空间 当你踏进了士林夜市仿佛置身香港 而正宗岗位不用飘香千里 偷客的美食笔已经闻相而至 香港一定要吃啊 就是他们那边的道地的小吃 就是一定要吃他们的牛杂 因为只有香港才能做这样子的牛杂 台湾的牛杂其实就像一般的牛肉面那样子 汤很清淡 礼拜天来卖碗 礼拜一来差点车子被拖 周天来工修 今天来拍拍到 就是一定要吃到就对了 只要吃到一口牛杂 牺牲了时间成本 根本不算什么 浓厚牛杂香弥漫着一股诱惑 让人百吃不厌 香港纯正街头的味道 现在台湾也吃得到 我太太是这边的人 而且也在这边读书 然后就说我觉得那个小吃文化 那种路边文化的话 台湾绝对可以存在 选择台湾另聘牛杂战场 原因无他 庶民小吃夜市文化 跟自己理念最相近 半个台湾女婿的阿汤 以前几乎两个月跑一次台湾 最爱跟老婆一起洗牙漆 而阿泽和烤香肠是他逛街必吃首选 看到夜市想起了以前在香港的摆摊时光 不过真说要走上牛杂车条路 也是误打误撞 这个都是香港的国宅 其实以前的13座都是这样子 23座最动达的东西 所以爸爸一直在这种13座上面 摆个固定的摊 小推车或什么的 小小的摊子承载着阿汤爸爸的梦 靠着卖牛杂养育一家六口 但长大了的阿汤 一开始却没接下牛杂的掌舵权 做起了美法 我在香港本来就做美法了 车载面 做菜餐厅 自己也开过茶餐厅 阿汤说只要肯学什么都能做 历经法型设计师水泥搬运工 却因为缺乏管理常才总是无疾而终 就在人生还在迷惘之际 老爸最爱的牛杂反倒给了方向 我们到处吃 吃到广州 吃到澳门去 我还记得在澳门决定的 在澳门吃到一餐很出名的牛杂 他们就说你老爸的牛杂比他好吃多了 牛杂还是老爸做的最好吃 朋友的这句话让阿汤在心中下了决定 一定要重现当初香港道地小吃 牛杂的好味道 很普通的东西 其实满街都是 看错不做的好吃 一定要把以前的味道还人拿回来 那个也是很困难的过程 是啊 小时候不懂得学 阿汤的老爸又已经过世 牛杂的精髓 卤汁 光是找出放了哪些药材 就形同大海捞针 但人生就是有你难以预料的巧合 有一些运气很好 香港有个地方叫上环 专门批发那个中药的 给我妈妈碰到他以前供货给我爸爸的老板 其实他也退休了 他只是回去坐在那边 看他的儿子 孙子而已 他们认得了 哦 都讲一讲 全部东西都找回来了 曾经有些朋友说看到我会怕 因为他说他放屁都有留着位 连续几天都要他四四位 好多朋友 所有认识的还是朋友的朋友 都叫人家来吃 而且我特定的对象 中年人是吃 为什么一定要吃东西 因为我要以前的味道回来 香港人几乎都爱吃牛杂 无数的大街小巷都有牛杂摊 不过像阿汤一样 坚守传统制作的已经凤毛麟角 牛杂怕的就是不欣慰 大一点的流 它可能内占的也比较大 处理的时间是不一样 小一点的 它那个场景可能是很细 好的牛杂必须有新鲜的原料 而要将这些其貌不一样的原料 变成食材 清洁不可马虎 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环 清洗很重要 所以清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如果清洗没有干净 你整个煮都没有用 仔细将杂质一一过滤 光是清洗就得花上半天时间 得确保牛的各部位脏器都干干净净 把新的卤汁下去 熬煮的卤汁放越久越精华 而且牛杂非常难烹煮 一切得靠经验 内脏越大快 熬的时间越久就越难拿捏 要卤透又不能太稀 一样全是功夫 这是已经弄好的 这是你讲的豆沙的 牛杂味的 我们这种也是 一个每一块牛杂 送到客人的口上 手上是花了九个小时的 这个都是很难维持的 你的长期要留一点油给我 台湾人可能看到那个油就怕了 他们习惯把那个牛全部弄掉 对我们来讲这样不行 那个牛的油很重要 我们要留一些食材 我们那个味道才会香的 而且那个口感才会变好 尤其是那个长期 它全部弄掉的话 长期就很多空间给它缩 变成很硬 而且口感也粗粗的 这个剪的时候就是看它厚薄 决定它的大小块 牛杂该剪多大 厚度该是多少 阿唐说双手万能 靠着触感评断才能精准呈现 暖嫩口感 台湾好像牛杂都比较在牛肉面里面啦 那这样单纯的好像比较在台湾没有吃苦 对那我觉得 我觉得还不错啦 而且味道我觉得最主要是说 味道没有变掉 然后该留的很透的地方 它也是很透的 每个部位煮得很好 我觉得每个部位都有留它的味道 然后口感都不大一样 那它调味都很入味 那个肺啊 它深长还有它那个牛肚 就是它那个部位都会留着它本身的口感 就是很入味 因为我是吃很重口味的人 所以我觉得它有入味 而且它刚刚其实串是从下面拿出来的 然后它就煮个大概五分钟就味道这么够了 串串牛杂 串起人情 香港店面停止营业不是结束 反倒让阿汤转个弯思考 在台湾适林夜市重申站稳脚步 让老爸的香港味萦绕在台湾人的味蕾里 刚刚我们介绍了两家最近刚刚来到台湾打天下的香港餐厅 不过事实上台湾很早就已经有道地的香港味了 比方像是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的烧辣店 茶餐厅 这些都是很有港式风情的料理 其中茶餐厅更是香港饮食文化的灵魂 不过随着快速商业化改变了香港的城市样貌 很多在地的饮食文化不得不被迫要跟着转型 否则最后恐怕只有遭到淘汰的命运了 不过茶餐厅仿佛是深深重进了香港人的骨子里 香港人说不论外在的时代如何改变 茶餐厅是永远都不可能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消失的 香港的茶餐厅就是我们的香港人的厨房 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家 不可能没有茶餐厅 一定要有 因为香港人每天都会吃 因为它已经盘阔了所有吃的东西 饭、面、煮、粥、粥、茶、面包、点心 什么都有 我早一杯奶茶做个菠萝包 我去吃…吃个蛋挞 我去吃我就走了 所以茶餐厅是直接来的 我一醒来就会想着香港的茶餐厅 海茶、鸳鸦、美光茶、茶餐厅 茶餐厅后面 一个茶餐厅、一个酒茶 都可以讲的是所有香港人的一种文化 不管环境怎么变 这一味就是不会变 茶餐厅是香港人在熟悉不过的生活方式 一杯茶、一份便餐 装进了所有市井缩影 这味道已经随着食物吞下肚 在牢牢的馋在香港人的骨子里 就连一系列的古惑仔电影 都有茶餐厅的场景来凸显电影的岗位 最低到香港的东西 难道他去星巴克谈判吗 不是 一人都不优雅 难道去半岛海地那边谈判吗 都不配合 最道地的东西 就等于说来台湾想到的是卤肉饭 老板郭昆明在台湾 经营这家茶餐厅已经十多年 不过他刚从香港来台时 一开始其实不是开茶餐厅 而是受不当厨师 专做鱼翅鲍鱼这些高级料理 但他仍在台湾 每天料理山珍海味 心里最怀念的滋味 还是香港最平凡无奇的茶餐厅 我在香港是做厨师嘛 上班之前我去茶餐厅吃个早餐 才会回公司的 一定要吃就对了 没有吃就觉得 这好像小鱼一样东西 嘴馋互相的回忆跟思念 全浮上了心头 那么何不自己动手做来吃呢 心念一动 这间茶餐厅就这么诞生了 在十几年前 这味对台湾人来说还挺新鲜 刚刚开始的时候茶餐厅的文化 在台湾来说不是那么大的结束 点餐的时候可能就是 希望就是我要考虑早一点 在香港茶餐厅一个菜餐里面 可能有两三百种东西都有 对 我吃新鲜的时候 我已经想到我要吃什么了 根本就不需要看 花一个时间去跟他们解释 他们清楚了 他们就去尝试 如果你解释不清楚 他不肯尝试 中西混搭的餐点 似懂非懂的菜迷 像是公仔面 菠萝油 奶茶 为啥硬是套上个丝袜 名称让人摸不着头绪 茶餐厅第二代老板Alan 顺势教了我们计较行话 那为什么猪不利是肥妹 肥妹就是后来就是被肥妹了 白饭不够了 有人就说老板多一个白饭 他就说一桌多一个两宅 两宅 两宅就是一个白饭 两宅就是白粥 文化差异不仅在点菜上 写菜单也有makeup 去过香港茶餐厅 你仔细看过桌上那小小一张白纸吗 上头是你点的菜却是你看不懂的外星语言 港式炒面会写什么 这个就是典体字 这个就是港 它是大陆流行的 港式炒面 所以是这个想要快一点 对 这个就是属于是什么 是香港的餐人业 一个好像一种默契 你去哪一家都是这样行 他们做事情就是一个速度 速度 波罗包板 放下它就走了 香港人的时钟 手表好像都走得特别快 这种匆忙的节奏步调 也让茶餐厅里总多了几份忙碌紧凑 香港就是不会问 都出来的问题 就是我其实可以说盘子 我吃完了 吃完就好了 他就说我还没吃完 什么什么什么 他也不会 他只会说还没 不要 要吃 但是就是很像军人的奶种 你知道吗 在台湾 在香港是这样的 你去茶餐厅都知道了 杀死了 每一个人很像 吵架 每一个人很像吵架 很像换打比赛 谁要叉烧饭 奶茶 但是每一个都是这样 你挤生纸在这里是不行的 你很挤是没有用的 你要跟他们的 你就来到这个地方 就要跟他们的节奏 步调慢些 入境随俗 但其他茶餐厅该有的味道和风格 他们可就是原封不动从香港移植过来 香港茶餐厅是最贴近平民的饮食 选择多 价格亲民 出菜快 这些要件搬来台北后 一样也没缺 不会担心荷包够不够钱 因为一定吃得饱 又便宜 又吃得饱又快 又不会嫌弃你穿得脏 又不会嫌弃你穿得好不好看 又不会嫌弃你长话大声小声 茶餐厅是一个很平等的地方 谁来都一样 一直同仁 明星来也要排队 茶餐厅第二代老板Alan 为了帮忙父亲开店 才会来到台湾 曾经觉得自己的台北 无法待超过三个月 没想到一待就是十年 现在的她手艺超纯熟 做起丝袜奶茶速度飞快而熟练 把道地香港滋味带进了台北 不过台北的风情也一点一滴 胜进了她的生活 就像一杯鸳鸯奶茶 香港味和台湾味的交融 要品尝就在茶餐厅 我们说米其林是世界上最严谨的美食评价 要能够摘下一颗星星 必须要通过重重的考验 而根据米其林的标准 一共是分成三颗星 第一颗星表示 如果你刚好开车经过这家店 那么建议你这家餐厅是值得你把车子停好 下车好好享用一番 如果获得两颗星则是表示 这一家餐厅它拥有极佳的食物和美酒 值得你绕到过去 而三颗星则是代表完美登峰造极的厨艺 再加上雅致的用餐环境 还有几乎是零缺点的服务 值得您专程前往 但出发之前 麻烦请注意一下 你荷包里头的钱够不够呢 我只是放了一些盐料 1 2 3 4 5 64 65 66 67 68 69 比较65 比较65 对 比较65 经过高温萃取 好几个小时的反复浓缩 荷兰芹制成的绿色酱汁小圆点 在尽量白盘上跳着圆舞曲 每个一般大 尖距也得精准拿捏 控制在0.5公里 当我们看到这种方法 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来到这种方法 我们必须做更多 比较10 30碗 要有完整的空间 也有完整的味道 盐勋鲑鱼也来加入这场美食饗宴 每道食材都是主厨精挑细选的子弟逼 先找到自己的坐标 再让主厨慢慢调度 法国主厨大大一双手 顾不得微微颤抖 拿着牙签小心调整 整道料理要美味 所以每个元素都得精准到位 把这个放在内面 我可以在一起 用这种形状 为了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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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鸡 请慢用 注意到了吗 每做一道工 法国主厨就得擦一次盘子 就是这样的吹毛球吃 成就了完美 不让一个小疏忽 把桌上佳肴的美味扣了分 有效果 在包装上是在一起 和鸡皮上还可以做 是 每个小疏忽 当你切成一粒 你切成一粒 然后是在一起 然后是一粒才能做的 它是 我们在一粒才能做的 这个蒸汁 这就是蒸汁 然后是蒸汁 蒸汁 我们可以蒸汁 蒸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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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第一名廚 更被人稱為廚藝鬼才 侯不雄 也是全世界最會摘心的主廚 帶著二十八顆米其林 猩猩的精湛廚藝來台展店 儘管米其林還沒來到台灣品見 但主廚們各個戰戰兢兢 千萬不能砸了師傅侯不雄 這一塊香滿猩猩的招牌 百分之五十五的巧克力慕斯 撒上杏仁脆片 挖上一球香草冰淇淋 再搭配帶點焦糖風味的香蕉 以及蜂蜜脆片 甜點師傅拿出了秘密武器 百分之七十的巧克力加牛奶 製作的圓頂薄如蟬翼一碰就會碎 敲打是為了排除巧克力中的空氣 膜子溫度更得控制在不多不少 二十一度 讓巧克力維持在流動與凝固間 最精準的平衡點 看似簡單的動作都是幾十年廚藝的凝聚 好不容易圓滑巧克力成形 最費工的竟然還在後面 熱燙燙的模子在巧克力圓頂上 落下各種形狀的印記 師傅得全神關注 只要一個極小的失誤就會毀了圓頂 讓剛才的辛苦白忙一場 這個Dome的項目是 優秀的溫度管理和 優秀的流動性 非常重要 每天戰戰兢兢地提醒自己的心態 來度過每一天表現到最好 為了不愛物就是期待米其林的評鑑 1900年的萬國波蘭會開始 然後就是由米其林那兩兄弟 他其實他最早呢 不是因為為了這個指南而去做 重點是他要銷售他的米其林輪胎 所以他才發行這種 就是能夠一邊開車 然後一邊到法國去吃一些餐廳 然後旅館 就等於是旅遊雜誌 創刊超過一世紀 輪胎公司無心插流的紅色小書 意外成了世界美食愛好者的聖經 書中不做多餘描述 不評論好不好吃 只標註星星 餐廳名稱 地址和電話 沒有人必須吃飯 為何你去餐廳 為何要去餐廳 為何要去享受 為何要享受 為何要享受 或酒餐廳或酒腸的部分 那飾酒式的搭配是絕對有這個必要性的 這就是西餐的一個文化裡面 其實餐酒是不可分開的 所以其實葡萄酒也扮演了一個非常靈魂的一個角色 這就是為什麼餐大到一定的水準的時候 伴隨來需要融入服務 以及這個酒類的搭配 能讓整個西餐的文化更有完整的一個體驗 這一套全世界最嚴謹也最具公信力的美食評鑒 有一群評審專門負責試吃 烤盒 但到底誰是評審 何時來吃 造訪幾次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們被餐廳們起了個稱號 米其林的秘密課 至今到現在已經100多年了 沒有人被誓破 人家為什麼說他們有比較公敬性 因為他們不知道 而且他們是一個非常神秘的東西 他們就是領米其林薪水 我今天也是一樣早九晚五 只是他們的工作就是 中午一餐 晚餐一餐 中午一餐 每天中午一餐 晚餐一餐 扣掉六日休息 匿名 交叉到訪 隔個幾天再遲一次重複確認 一張簡單的表格 評分分數掌握了餐廳的深沙大權 後來開會 開會完了以後就開始交叉 交叉說我們今天吃了哪一些 然後有分數 他們要開始進行投票 交叉投票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要保持一致 所以那些個評委他都會是說的 我評一次 我說這個餐廳很好 就搬你一個新人活 法國在2003年發生一個就是 被拿入手 他沒有研發新的菜色 他還是以傳統上舊 那米其林他要三星的存在 一定要研發新的菜色 所以那時候他就很害怕被載新 因為他是三星餐廳 有可能被降一期 他幫你準備了這個美好的晚餐 完了以後呢 打烊就直接自殺 每一天 每一餐都是餐廳主廚 堅持自我品質的挑戰 為了那顆星星 多少名廚兢兢業業 又有多少名廚得絞盡腦汁 讓食材發揮創意 跳脫框架 他用的是藍天石蝦 就是現撥藍天石蝦那樣做 你以為這個是色素 不對 它是用紅蘿蔔汁去萃取 一個一個點 就跟你講 米其林餐廳就是要這樣子 不是這種可以糊弄的 能夠拿到米其林 對廚師 對餐廳 對國家來說 是多大的殊榮 當秘密客們終於從歐洲來到亞洲 那時候米其林的策略是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要前進中國大陸市場 對 我們是以經濟市場來考量 然後現在港澳設立據點 米其林為何而來 與其說是美食太吸引人 倒不如說觀光商業的蓬勃發展 有著更大的利績 2015年米其林將發行巴西指南 台灣市場的成熟度 能否在未來佔據米其林一席之地 恐怕大家都想問 我們其實在食材的限制上 還蠻多的 尤其是在西餐的部分 有很多的 比如說肉啊 很多的材料啊 香料啊 我們是進不來的 第一個就是人力的問題 廚師的問題 你廚師培養 我跟妳講米其林 還是以法國菜為主 我們台灣的法國菜 比較偏向一些屬於台灣自己的法國菜 算是正統的 米其林何時來台評鑑 還是未知數 但即便星星還沒降落台灣 星星的光芒 就已經讓台灣的廚師們全心投入 美食家們傾心向往 這就是米其林的魅力 看完今晚的節目 是否觸發你想要吃宵夜的念頭呢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物 我是麥翔 我們再會 台灣啟示物每集最新的內容首播都在 每週日晚間十一點鐘 中文新聞五批頻道 請您追蹤說明 指出表明 請問您在訪問 為了 今天要看